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您认为 如果陈开已反击 我们会面临最糟的情况 会是什么样子 最差的情况啊 也是你 没有我 不要轻易用我们这个词 最差的情况 就是陈开已收回主动权 他不再跟萧公学斗 把你提出去 不过就目前情况看 他没有这个筹码把你提出去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另开一个局 除非他另开一个局 你压根就没在这局里 你说 好 谢谢啊 行 陈开已在巴黎 陈开已在巴黎 预感得挺准的 我得往后去巴黎 我要跟在他前面 把品牌收购的事情谈妥 随时联系 我先走了 对呢 你刚才��什么事 出来吧 好像是更难的 出来吧 namun的 哪有什么样的 你在哪有什么样的 我现在就给你 他在 他有什么样的 都听见了 全听到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乔治自杀是因为抑郁症 但最后这个抑郁症 发作的原因 是向庭峰背叛了他们坚持 共同的理想 就听明白了这些啊 那不然呢 我刚才跟他说的这些话 都是说给你听的 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吗 老头 你又搞那些玄乎的东西 向庭峰对娇治算不上背叛 只是他耍了阴谋 落了下诚 你对颜凯可不等这样 你只能用阳谋 不能用阴谋 不然就是歧途 明白吗 三千七百万什么意思 真不愧是柳军的女儿 数字记得清楚 到底什么意思嘛 向庭峰从安东尼那儿打听到法国总部 要把品牌在中国的经营权卖掉 你看看你 对盛庄一点都不清楚你就想买 盛庄其实就是基本杂志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买家想买呢 关键是她的品牌和她的使用权及经营权 向庭峰一方面稳住了安东尼 一方面积极地在选择买家 她一共选择了三个买家 最高的出七千万 最低的出到四千三百万 她把买卖双方的局都补好了 但是这中间缺少一个投融资的操盘手 于是在香港文化酒店她就遇见了我 现在看起来这绝非巧合 对于我来说呢 闲着也是闲着 三千七百万收购品牌 在高价卖出去 又不担什么风险 何乐而不为呢 清楚了 低价进高价出 听上去跟卖菜没什么区别 买卖本来是低价进高价出 我几十千年卖西瓜 两千块钱包了一车 两毛五一斤把西瓜卖回本来 剩下的一个钱一个就卖了 生意就这么简单 这本格式话 那这就是害死乔治的原因吗 你是不是 打算什么事情都告诉颜凯呢 是不是真的想和颜凯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想和颜凯在一起 来 品茶 乔治的事你搞明白了 没有 现在有个更低手的事 乔治 有人指负你 我好像 爱爱爱爱上一个人 我 啥 等 等 等 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不确定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上了 所以你 你不找就就 我那个 我那个七年了 我得谢天谢地谢祖宗 我弟终于回忒了 我弟回忒 你 我天 插死我了 谁啊 我认识吗 这女孩 嫁人小姐怎么样 我跟你说 没事 穷不要紧 咱家有钱 只要你喜欢 要星星 摘星星 要月亮 捞月亮 刘子晴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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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晴 眼光挺好啊 这姑娘太厉害了 我告诉你啊 咱们全家人 全家起来 都逗不过咱这个弟媳妇 你 什么弟媳妇 人家还没同意呢 我说了不就你也先别的弟媳妇 你 你看你个怂样 你看 行 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来干嘛 姐给你出个主意吧 一试就能试出来了 什么 什么招 出了再说 这 这 我想 不想 什么呀 什么 什么呀 我跟你说 真的 你们这些男人啊 你们太不了解自己了 太不了解自己有多混蛋了 你们根本分不出来 对一个姑娘到底是爱情 还是占有欲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姑娘同意的前提下 先畜上 你 我这 你这都是什么 扎出来地心的关系 你还是个女婿呢 可怜天下姐姐心吧 你姐都把底子都都都给你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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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给我弟媳妇打个电话 让她过来喝喝茶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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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我 我们上午刚吵架了 吵架 上午 你 你们俩 什么叫上午吵架呀 她昨天住我那儿了吗 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我不在乎什么先例不先例 我要看到方法 我只要结果 您现在是要我无缘无故地 开调陈开怡啊 我是总出版人 我开调一个副主编怎么了 他只是个副主编吗 他在业内的分量 您应该很清楚吧 我不在乎他什么分量不分量的 我也不要你的疑问 我要你提出办法 他之前不是账目上有问题吗 跟那个 不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人是 雷启泰 对 雷启泰 账目的事情 杜霞已经给过结论了 这所有的票据 都是齐全合理合法的 即使中间有什么回扣啊 或者什么灰色交易 那都是那个什么 咨询公司的事情 跟咱没有任何关系啊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那家咨询公司 凭什么他们的报价 比市场价都要高呢 还有 最后在合同上面 拍板签字的人是谁 乔治 从头到尾所有的合同 陈开宜没有签过一个字 我太好了 连死人都在帮他 向总 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呢 我没有发脾气 我现在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 开除掉陈开宜 这样子 秦铭 你现在召集人力自卫部的同事 二十分钟之内开会 给我一个能够对外说得过去的理由 只要能够说得过去 我要开除掉陈开宜 萧首编 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选择向你辞职了 相总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别过分的 这种时候 才能真正看到人心向悲 这个时候他不帮你 他就永远都不会帮你 我现在一种出版人的身份 批准你的辞职 辞职报告跟流程 让你们部门的人补齐 你现在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通知人力资源部的人 到会议室开会 我不批准 也不同意 你现在必须听我的 我说过 你不用以为可以控制我 你非要这样做的 我就回香港 香港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你以为我们还有退路吗 我们没有退路 我们可以质谋其他深路啊 萧首编 您不用再吵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会离开盛庄的 谢谢您 这阶段对我的照顾 还要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